前几天在查看大棚的时候 发现许多蔬菜生了牙虫 空气潮湿 蔬菜种植密集 就很容易自生牙虫 而冬天的大棚因为一直遮盖着 白天气温高 夜晚水气凝结 容易导致蔬菜所处的环境非常潮湿 再加上我们棚里空间有限 种植也比较密集 这就妥妥地形成了适合牙虫生长繁殖的环境 关于牙虫的有机防治 我们去年做了一期视频讲解 不过那个时候刚开始做YouTube 没啥经验 视频做的啰哩啰嗦 重点也不突出 自己看起来都有点费劲 因为经常有人会问起这个问题 也经常有人给出各种各样的土办法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重做一期视频 简明而要的讲解一下有机防治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老田 今天我们讲牙虫的有机防治 我们在近八年的严肃的种植实践过程中 一直都用同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已经被我们用时间和各种不同规模的种植 充分的验证过了 需要再强调一下 这种方法是完全有机的 所以制牙虫用这一招就足够了 不需要再考虑其他的土方法了 当然也不用去店里买各种专制牙虫的农药了 话不多说 咱们先上配方 方子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纯的苦莲油 尼姆欧油配上肥皂水混合到水里就可以了 比例是两汤勺也就是六茶勺的苦莲油 加上两茶茶的肥皂水混合到一加仑的水里就可以了 苦莲油要选用有机认证的 并且是百分之百纯度冷压榨取的 不要含有其他的成分 这样能确保高效和绝对的安全 目前亚马逊上的售价16盎司一瓶的在18到20美元之间 每盎司就是1.2美元左右 这也是两汤勺用量的成本 1.2美元最终配出一加仑 也就是3.8升的有机储充剂 应该算得上是绝对的物美价廉了 天冷的时候苦莲油会凝固成固态 我们需要用热水泡一下 让它重新恢复液态 肥皂水我们要选择自然的和柔和的 经过有机认证的更好 常见的选择就是家中常用的柔和的洗碗液 Mild dish soap 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 橄榄香皂Castillo soap 它是用橄榄油制作的 安全性更有保障 苦莲油是从炼树叶和种子中榨取出来的 是一种强大的有机溶液 它可以很好的控制菜园中的病虫害 特别是牙虫和红蜘蛛 同时通过它的油性和苦味 也可以保护蔬菜在一定时间内 不被病菌侵害和害虫食用 肥皂水有两个作用 第一是起到乳化剂的作用 让苦莲油能够和水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第二是肥皂水本身也具有杀出病虫害的作用 有效的目标也包括牙虫和红蜘蛛 这样强强联合效果就非常显著了 我们调配溶剂的时候 用一加仑的温水 先加入两茶勺的肥皂水混合均匀 然后再加入两汤勺的纯苦莲油 用力摇晃充分混合 用不了两分钟 一瓶高效安全的有机杀虫剂就制成了 我们直接喷到牙虫身上杀灭虫害 喷到叶片的正反面以及镜上保护植株 防止病虫害入侵和扩散 我们喷过后第二天就可以验证效果 一般牙虫第二天就会大面积死掉 甚至是彻底消除 如果还有残留或死灰复燃 可以隔上一周再用一次 喷溶剂的时候要注意避免阳光直射 选择清晨和傍晚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我们多年实际使用的结论是 绝大部分时候一到两次就可以完全除灭牙虫了 这种杀虫剂在杀灭牙虫和红蜘蛛的同时 对真菌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并且非常的安全 绝对是我们菜园常用和必备的有机除虫剂 强烈推荐大家常备和使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就帮我们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